Hello 大家好 又回来了 然后我今天是不是看上去特别重口 然后特别诡异 诡异就对了 因为我待会要去拍照 然后 防止你们问我 问我说今天嘴上这个颜色是什么色号 它是NYX的那个 Soft Matte Lip Cream 然后长这样 然后色号叫Transylvania 是一个非常重口的 已经是不止姨妈色了 我觉得它是中毒色 它有点点像去年Mac的一个 限量 反正我还挺喜欢这种颜色的 然后 好吧今天要给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昨天我不是 录了一个说My Current Makeup Fave那个视频 然后好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说 说哇你的英语口语好棒 然后说能不能出一个视频 或者是什么的 交流下你的经验 其实我昨天就说了 我说我发出来可能没有什么参考 因为 我又要见了 就是说我是天生很有语言天赋的人 然后 我那个 我学任何语言都是很快的 然后 这个就比较那个 但是我还是 说一下吧 然后 可能有人要说了 说你有什么资格 坐在这里 来教训我们 怎么去学英语口语啊 那我就说一说我的故事吧 我呢 是在 上海一个很好的外国语学校 初中 我个人觉得初中对于一个人的那个性格 包括你的学习能力的定型是很重要的 呃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初中的英语教学生变态的 很难 然后可能走出来的 很多人都是我这个水平吧 至少是我这个水平可能说 呃 然后我高中 高考一毕业 我就去做了一个月的口译 呃 然后完了之后 呃 我现在是在给人家公司做英语的培训 包括我平时也会自己翻译一些 包括口译笔译的一些东西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然后证书的话我没怎么考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相信这种证书 因为我觉得很水 呃 反正我的英语水平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呃 我之前有写过一篇那个 呃 关于英语学习的那些事 你们可以去我的微博上搜索一下 应该是有的 呃 我现在好像背景有点吵 呃 然后那个 呃 关于英语口语的话 首先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 嗯 口语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在英语学习里面 比较高阶的一个问题了 它跟你在母语里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呃 母语里的话 因为你从小是 首先你肯定是开口去说 然后你才会去笔头去写 呃 外语是不一样的 外语是你肯定是先去笔头学习 然后再 呃 然后再会那个就是 口头上去说 所以说如果你的 呃 那个底子是不够好的话 我觉得首先呃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呃 把你的底子给夯实了 呃 这样才能说出一口流利地道的口语 然后昨天很多人说说 你怎么练出这样子很 感觉非常地道的口音的 然后我想说 我之前有发过一条web 我说口音学习 已经是 口语学习 这个本来就很难的课题里面 更加难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口语 就已经讲不利索的话 你再去纠结口音好不好听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 我有认识印度的朋友 他们是 啊 英语母语嘛 但是他们讲英语就很难听 但你不能说他们英语不好啊 人家可以写出非常好的那种paper 他那种css 你不能说人家英语不好 对不对 呃 所以说我今天主要是说一下 怎么去提高口语 你怎么顺畅的去讲出来 而且你不要去考虑说 你口音难不难听的这个问题 这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 嗯 首先 网上很多人说去看美剧 或者是什么的 学英语嘛 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美剧 那种啊 题材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就像 比如说 举这个例子好了 像那个 the house of cards 像那个 纸牌屋的政治类型的 然后像 the big band theory 它是那个 科技类型的 都有很多术语 然后像 the two broke girls 那个 完全就是里面一堆slang 而且都是那种粗话脏话 其实都 我觉得非常的 rude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但是你如果说你真的想去看美剧去学英语的话 我比较推荐你去看一些比较sitcom吧 就是那种情景喜剧 我自己是不喜欢friends的 我非常不喜欢friends 同类型的话我更加推荐英国的那个coupling 嗯 它是英式口音啦 我知道大部分人还是想学美式口音的 然后那个英式口音其实更难学 我学了半天还是个半调子 然后 嗯 那个coupling的话 它语速很慢 而且我觉得befriends要有意思 呃 如果你们真心想看靠看美剧去学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coupling这个剧 嗯 然后 之前转了一条微博说 嗯 他说你真的想看剧去学的话 你要学会去shadow 也就是说你完完圈圈 按照那个演员说话的腔调 然后他的内容 你去模仿他 然后会进步很快 呃 我没有发言权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讲 那个讲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嗯 你们去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微博 应该就是前不久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要多练 就是说 英语 口语这个事情是跟健身一样的 是用尽退肺 呃 因为 你就像我好了 我不停的再去用 我平时可能说我 一直要用到英语 然后我的英语就会越来越好 嗯 然后你去怕他 你不喜欢他 你就会英语越来越差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我知道国内的大学里面 如果你不是英语专业的话 呃 我不是英语专业的 应该你们都知道吧 我不是学英语的 呃 然后如果不是英语专业的话 可能英语学到大二就已经结束了 就没有了 后面就不学下去了 然后考完四六级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这辈子系统学习英语的生涯 就这么结束了 呃 如果你是真心想要提高你的英语水平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你肯定要去多用它 多看 多读 多说 呃 然后我自己的话 我是有很多老外朋友 呃 呃 那个我会经常跟他们出去吃吃饭 或者是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跑步嘛 而且我们家又住得紧 然后我们就会经常 呃 一起去边跑步边聊天啊 聊一下最近开了什么书啊 或者怎么样 也就是说一边可能又运动了 然后又锻炼到自己的英语吧 呃 然后 呃 我就如果说你说你没有什么外国朋友 就是说 呃 其实机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那个 呃 这个我帮不到你们 你们可以自己去想办法 啊 可能有那种Skype上面的 互相学习英语的小组啊 就通过语音案去跟一个外国人去聊天啊 这种都是我觉得很好的方法 呃 嗯 然后 呃 哦 我觉得我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是没有说 哈哈哈 实际上的那个啊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学英语的话 首先你选择的材料要好 你不能说你去选择一个特别娱乐性的啊 去看一个非常肥皂剧的东西 然后你想靠这个去学英语 那是没有什么意义 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进步 你要选材料就一定要选比较正统 比较优秀的材料 啊我自己很推荐那个TED嘛 就是那个TED的演讲集 呃 嗯这个是个问题 但是那个是很好的 而且他那个演讲的人的内容非常的有料 而且他演讲的语速也不会特别快 而且你能听到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口音 因为他的演讲者不一定都是来自于英语国家的 那个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说你要练耳朵 包括你要练嘴巴都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嗯 要学美音的话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美音 但是没办法 这个以前初中 啊初中到现在改不掉了 已经是 啊练美音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练其他的口音要简单多了 啊 然后 啊 学英语的话 就是讲到底 你学什么东西 你都是要去反复的去操练的 可能需要一些天赋吧 但是肯定是你后天 嗯 去操练这个也是不能去忽视的 啊 好吧 今天就 讲到这里吧 如果你们有什么更多的问题 然后想 怎么样的话 然后可以留言找我 啊 我 呃 我 我还是很乐意帮助大家的 啊 然后 好吧我又废话了十几分钟 啊 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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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